我们再来看第二个问题 修炼过程进行伤光聚焦时 会因为心不坚固而跑掉 落入左思右想中 当警觉到时 心就会需要动一下念意念 说要拉回来 但蒂罗巴祖师的六步成就法中 又提到不动念 是不是指当修炼纯熟后 心就会比较坚固而不太会跑掉 所以自然而然就不太需要动念付诸了 这个拉回来的念头升起后 会惯性抓住这个念头不放 故往往需要另外升起一个新念头 来打掉这个执着 这个执念 看上这位啊 是个提问题的人 是一个实证者 他有一个很好的体验 这里呢 拉回来的这个念头叫正念 你这个练着练着跑掉那个叫邪念 我们体内呢 有两种能量 一种是阴性的能量 一种是阳性的能量 这来自我们父母生我们的时候 就是阳性的三魂和七魄所吸附的能量的集合体 吸附属阴 吸进来的能量 像磁石 磁铁 吸东西一样 它吸附来的能量就是阴性的 这个三魂 它是阳神 它吸附来的能量 就是阳性的 说我们体内就是一个阴阳的斗争 有的人说 老师我把这个阴神给杀掉 给干掉 然后不要它 你做不到 为什么 你天生就是这么个材料做成的 有的人想杀掉阴神 干掉阴神 是不是 那么这个是痴心妄想 如果是能够把阴神干掉 杀掉 然后把它驱逐出体 那么很快我们就成佛了 正是没有办法 因为你先天DNA中携带的 这个阴 是由你父母和过去七世父母给你的基因 它本身就是个阴阳聚合体 里面全息携带的 你什么时间把这个阴都弄没了 你就纯阳为先了 到那个时候就没有了 到那个时候你的气魄就化成七佛了 因为体内就变成无量光 无量佛了 到那个时候是可以的 所以说我们是需要把阴神 然后地阴增阳 让阳神来制住阴神 所以我们需要 为什么要修炼 用一个炼子 今天的人都叫修行 不叫修炼 所以你修来修去 你还是一大阴神 我们看到各大道场 佛教道场也好 道教教场也好 基督教 天主教道场也好 大家都是装着 装着来行善 约束着自己 让人不知道我心里有恶 也不知道有杀到银王酒 坑蒙拐骗偷在里面 装 表面上装 但是当一个时期 这个法场的能量 道场的能量太强的时候 你这装不了了 为什么 那个阴神他蜂拥而起 所以所有的道场都是是非场 大家很不理解 说这是佛教修炼的 这是道教修炼的地方 那为什么基督教修炼 为什么大家都这么恶心 好像都不如一个不修炼的人 一个凡夫一样 实际上你们就用了一个装 用了一个压翼 压着 这就像石板压草 这个草地上有小草生成了 我们弄一个大石板 把它一压 外面一看六光的 你看别处都是杂草丛生 我这没有 我这干干净净 你看我们这个道场干干净净 大家都是一致的 星光的 光明的 然后我们这个道场很好 实际上你没教给大家 从能量学上 去地阴增阳 把自己体内的阴 给释放出去 给净化成阳 转化成阳 你就在害死大家 所以说为什么要叫修炼 炼是用这把火 用灵热 用这个保平器 用灼火 然后用瑜伽琪 佛魔法 在内里面生起火焰来 使自己的五脏六腑细胞 乃至骨骨髓 被这个三昧真火烧炼 烧炼的同时 就使阴都转成了阳 叫地阴增阳 阳又转成纯阳 最后变成纯阳仙体 变成静明的身外身 报身成就 说今天无论道家 佛家 大家都是存好心 说好话 做好事 这就是修行 它叫修行 不叫修炼 结果大家都在装 装 你体内的阴 有没有释放出去啊 没有释放出去 经络不通 穴位不开 体内的阳火生不起来 结果导致自己什么 阴的比别人还阴 比那些不修炼的人还阴 所以大家要知道 这是修炼界 进入了末法时期 进入了邪师说法 如横河杀众 这样的一个特殊时期的 一个特殊现象 从武到今 正法门的师父 门一个不加一个链子的 要用火烧炼 你是这个身体是一个矿石 这个矿石里面有黄金 你要是自己的黄金 能够真正的拿出黄金来 那你就必须把那块石头 扔到火里去炼 然后最后才把金子给取出来了 火炼成金 然后我们人体有阴有阳 如果你不用这把火去炼 你是不可能把自己的阴 狄青使自己的那个黄金种 如来种 开花结果的 也是说 别人去商场买东西 拿的是黄金 你拿了一块石头给人家 说 那个人的黄金 就是这样的一块石头炼出来 我这个石头比它还大 炼出的黄金还多 人家不要 你交不了差 你要能够产生如来性的妙用 你非得要把黄金炼出来 你非得把如来性 从自己的身体中 火炼成金 炼出金佛来 然后你才能产生 佛的妙用 如来性的妙用 才能够功德无量 才能建功立业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我们必须用真如妙仙 不能用八十仙去作用 那么我们今天 在各大道场看到 大家都是人心在办道 你用八十心在办道场 用八十心在讲法 连妙如真心 这个如来种 你都不知道它藏在哪里 你都不知道用火去把它炼出来 产生妙用 那你谈什么修炼 就变成邪师说法如横河沙众 我们今天看到整个法界 乌眼瘴气一片 只是做好人就是成佛 胡说八道 你做好人是成天道的种子 不要把天道 当来做真正的道法 真正的佛法 所以大家要重视 我们今天很难见到一个师父 明了地能够把这个事情讲清楚 不去练 只是修行 刚才说了 千古 因灵 难入圣啊 说你修三大恶僧七节 也不能成佛啊 说这个大家要重视 要重视 那么我们要拉回来的这个念头 这叫正念 正念 那还不是真念 刚才这位同修提到了 蒂罗巴祖师说的六补成就法 其中一个不动念 不动念是指的真念 达到了真正的真如的境界的时候 完全无念 无念 有念就是八十嘛 然后这个 自己知道自己用 老师呀 你用日月星三光凝聚 然后止住这个灵光团 使这个灵光团 去不动的地方 去放光 去驱处你体内的阴邪之能量 但是突然就跑了 又想到股票上去了 这就叫吊举 突然昏沉了 自己没做 老师说把这个灵光珠 放到大脑中去放光 结果你在睡觉昏沉了 这是因为体内的灵油不足 灯心不亮了 你就昏沉了 这也不是什么好事 这不是无为状态 这不是无人无我的状态 你这个叫昏沉睡眠 也是一种因 调举是一种因 你去坐着坐着想别的事了 你这睡觉 这两种都是极端 都是不正确的 正确的是 在自己不动念的前提下 这一个光珠 顺着你的正念 去走 你的正念是指挥官 让他去颅脑腔 就去颅脑腔 去胸腔 就去胸腔 去下腹腔 就是去下腹腔 这个指在心内运天经 所以你这个心和这个运 要不丢不弃 要作用 所以要用心起一正念 驱使着这个灵光 去度化体内所有的阴晶阴灵 那么这才是真正的修和炼 修和炼 所以说我们刚开始修炼 你是不可能打到不动念的 那是你进去了 这个无违法以后 你不动念 而在心内运天经 它产生一个全自动的变化 它在变化的同时 你自己的灵明决心 决性 完全知道它在怎么变化的 也不是在睡觉 也不是去抢股票了 那个就是不动念了 不动念不是说什么都不知道 刚才说了 什么都不知道 只是中间的那个过程 昏厥的过程 最后要清洗明白的 观 圣观 观察它的变化 我的腿那个地方 有一个黑点堵住了那个经络 我用这个光去驱动 使那个黑子 然后离开自己的身体 自己的调息 用自己的呼吸 用自己的心念 调心就是调心念 在那个堵住的部分 然后调息 用气息去冲动那个部分 调身 要用身觉知在那个地方 调心 调身 调息 最后 由气化光 光光化了 冲动了 把那个东西渡走了 能量过去了 然后有一股热能 刚才打结的这个地方 一下子舒服了 疼的地方 一下子不疼了 这就是心内运天经 这就是前期修炼要靠正念 正念之后 要有一个灵觉的念头 那就是觉知 它就不是念在前面 而是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前面要有正念引导 后面是让它自动变化 你给它下令要冲开 这叫正念 正念 它冲开没冲开 不是说 你想象着冲开 它就冲开了 它自己冲开了 刷一股能量穿过去了 这叫灵觉 这个就是不动念了 不动念中它有灵觉 你不要说不动念 什么都不知道了 通没通不知道 过没过不知道 好了没好不知道 那就不行 所以这个正念和灵觉的觉念 这是两个概念 不动念是指的真念 是后面这个 前面一定要有正念的引导 刚才说的 在修炼纯熟后 心就会比较坚固 而不太会跑掉 这个是正确的 然后所以自然而言 就不太需要动念辅助了 这是不正确的 为什么 你一觉得这个用动念去辅助 那么这个跟那个觉念是不同的 你这要就是进入真念 就是它头没头你知道 过没过你知道 光走到哪你知道 那个知道是真念 是真觉 不是你认为的什么念头没有 那也不对 这个叫觉念 这个叫觉念 所以这个呢 最后在觉念中 不是自己的主观意识在先 而是自己的灵明本觉在先 最后的第八意识产生作用 第七意识产生作用 第六意识产生作用 叫妙观察 妙观察制 妙观察制里面有念 它是真念 不动 这个大圆镜制 圆照一切 它是有念 叫真念 这个时候不是你的正念 是由主观意识驱动的 是八时先动 这个我们的第九真时先动 第八意识在动 这个叫转八时乘四智 有一个觉知 然后有一个看到第七意识 它在调动 怎么让把诸元聚回来 然后左思右想前思后想 这个也在发生 是把诸元聚回来 自己自动变化了 那你是由灵明觉照着 看到第七意识在动 而不是第七意识先动 所以这个就区别了 那妙观察制 是在灵明觉知的前提下 看到了 听到了 觉知了 那这就叫妙观察制 眼耳鼻舌身的作用 刚才前面讲了 是在灵明觉知的前提下 它发生作用的时候 你自己营造出来了 而不是主观意识心在驱动着 所以这个呢 大家要重视 它是有区别的 感谢观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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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